Girlfriend Talk Show Rap 已經是你們的底線了 對 因為只要用練的 甚至五音不全都可以 而且可以很帥好不好 好 那不然王醫師 你就先開始講 最低一點是什麼 低一點呢 最重要的嘻哈呢 就是要有那個律動 Grooving 有沒有 就是這種Grooving 對 身體搖擺的部分 對 等一下醫師我有問題 什麼 可是我就是有一點支障 就是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動 OK 大家不用想得太難 首先呢 你要先想像 你就是一個保姆 保姆 保姆 就是你在背一個嬰兒 他在哭 你在哄他 有沒有 嬰兒 對 嬰兒 嬰兒 手放前面嘻哈 嘻哈 嘻哈 後面的嬰兒 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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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哈 嘻哈 OK 50%就有了 有沒有 那感覺 這50%基本盤就有了耶 真的啊 然後我覺得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態度 對 Rapper 都是憤怒的 很兇 很兇 你要想像一個很不愉快的童年 或者是說你去百貨公司 買一萬塊的福袋 都買到爛貨 請問目前蒐集了幾個 至少五個 OK OK 就你要兇 你知道 Rapper 說 Yeah 都不能 Yeah 不能這樣 不行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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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不夠兇的話 可以加一些情緒字眼 就是你想像說 欸 你可能是那個幼稚園老師 被小孩弄得很煩 對 親師肯彈 對 家長來的時候 對 衝進教室 你問說 是誰的爸爸媽媽 對 Who's mother father 是你的爸爸媽媽嗎 You mother father 哇 OK 這個 很不高興 這個我覺得 怎麼已經有一種 像是酒醉的中年大叔 沒錯 其實 Rapper 就是有點 中年危機的感覺 對 很敏感 很敏感 所以是很容易被冒犯 對 很容易被冒犯 接下來進入到這個 歌詞的部分 歌詞 因為很多人說 醫師我覺得 Rapper 的歌詞 好帥 可是好難寫喔 你們都沒有發現 其實嘻哈呢 是很八股的 都有模板 不要擔心 我秀心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只要記得一個中心思想 其實嘻哈就是一個 中年危機的人 去相親的故事 很具體耶 很具體吧 很具體 很具體 對 很具體 你去相親的是不是 第一件最害怕的事是什麼 被看沒有 對 所以第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炫富 一定要炫富 有什麼就講出來 有 我昨天無聊買了 一台法拉利 凡是雙逼我已開到你 什麼名牌的感念出來 衣櫥打開都是LV 礦泉水都從瑞士快遞 你確定你真的有這些東西 聽過了就先講 聽過先寫 就除了就是你講說你很有錢之外 對 rapper有一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強調說 這些錢都是白手起家 對 你很在 是靠我自己的力量賺到這些錢的 有有有 I come from the zero 現在改到三樓 是一個預售屋的故事 對 rapper不能僥倖致富喔 不行耶 你不能說 我唇骨零零五零現在擁有一座森林 no no 不行 很解很解 不可不ok 不ok不ok rapper都是白手起家好不好 靠自己 真的 而且就是回到這個相親的部分 對 rapper呢一定要表明呢 自己就是很愛媽媽 是個大媽寶 對 怎麼樣要歌頌媽媽 OK 譬如說 聽媽媽的話 別讓他受傷 有沒有 那爸爸呢 比較少 不是不是 每個人都有一個爸爸跟一個媽媽 就是出現比較少 因為爸爸可能是就是錢的 危險發言 危險發言 對危險發言 按讚 加訂閱 就是除了說大媽寶 對歌頌媽媽以外 沒錯 就是rapper呢 還要幫自己營造另外一個人設 什麼樣的人設 就是要有神秘感 哦 因為rapper不能一下都被看透嘛 就很沒意思 ok 這就有神秘感 所以就是要隨時攜帶一個小配備 隨時攜帶一個墨鏡 就不論白天晚上都要戴著 不好意思 今天狀態不好 先不要拍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就剛做完眼睛雷射手術 不要拍 Yeah 嘻哈 is always墨鏡 and歌頌媽媽 所以你知道全台灣最嘻哈的人是誰嗎 是誰 蕭煌琪老師 阿嬤你現在在頭尾 我們會叫你 你敢有聽到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純正性函的部分 會不會來得太多了 我們通常就是收集到可能十二封在同一回復 ok 不要太急好不好 對 我會處理 ok 那這歌詞的部分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 還沒跟大家講 而且大家都知道 什麼 一定要精進體 啊 中英講要雜 其實這個呢大家要進入一個情境 就是每個家族呢可能都會有那種你很不熟的那種堂妹或表妹 就他從小就去美國念書 ABC 只有暑假或是過年的時候才會回來 泡夜店 啊你們就是在台灣聚餐的時候第一道菜都已經上來了 大家正在要吃第一口的時候他才突然從群組裡面傳訊息 Can somebody take me 的地址 很ㄎㄎ是不是 對 就是這種ㄎㄎㄎㄎㄎㄎ的 只要你有掌握這種ㄎㄎ感你就成功了 對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是不押韻的地方 要理所當然的給他唱下去 就像喝醉酒唱KTV一樣 嗯 所以綜合以上兩點 英文 不押韻很ㄎㄎ 我跟你講有一首歌非常經典 你們有聽過王心凌的愛你嗎 前面有一個rap 有有有 SINDY 有嗎 有 裡面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值得練習 Let me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陪你入水 有沒有 但大家剛剛在唱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裡面 有暗藏一個小巧思 什麼 這其實呢也是一個拖音的故事 Let me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陪你入水 又在喉睡嗎 有沒有 嘻哈的本命就是保姆 天啊 嘻哈真的這麼暖心啊 我今天已經冒著就生命危險 把這嘻哈的秘密都告訴你們了 這是嘻哈的全部了嗎 其實還有一個鴨香寶 蛤 又有鴨香寶 對對對 就是我自己個人最喜歡的 就是前面那個rapper 就很兇的罵完一大段之後呢 一定要馬上接一個 非常甜美的R&B女生 啊 副歌 對 有時候那個歌詞跟情緒 甚至都沒有辦法連貫在一起 就很怪就硬要湊在一起 對 就是 可是很像吃麻辣鍋 很辣很辣以後 那吃一口冰淇淋那種爽感的感覺 對 而且這很神奇哦 這個就是用在什麼歌上面 都可以讓這首歌 非常有嘻哈的感覺 真的什麼歌都可以嗎 對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來示範一下 你們一定想說我們在嘻哈掰對不對 還想說看你們兩個人可以講到什麼時候 我們今天就來示範一下 請問有人聽過抓泥丘這首歌嗎 我們今天就帶來嘻哈版的抓泥丘 Let's go Let's go 謝謝 一握在你 很討厭 最討厭下雨天 看到妹妹出現 就想要躲旁邊 到底哪根筋不對 想要抓泥丘殺時間 那東西黑黑軟軟 真的太像 SHIT 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满 下雨天 天邊的溪里里到處是你酒 妹妹出現 天天我等著你 等你穿你酒 快躲旁邊 那個該好不好 咱們去穿你酒 才下雪 謝謝 我覺得你們蛤的有一點不夠快 那我們再一次 其實我們節目 其實我們節目蛤 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速度很好 看可不可以再更快 其實我們 可以 可以喔